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豆子孔 一个不安于世 热爱全台走透透的大叔 我喜欢认识每一个乡镇 每一个环境 每一个在地的佼佼者 跟着我一起去交游 频繁小事 也能发现新世界哦 台湾第一等 迈入第十年了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对台湾第一等 这十年的支持 在这十年当中 台湾第一等 有些许的变化 在这十年之中 我们采访过很多的观众朋友 不知道他们这十年 过得怎么样 我们来去看看 我们这次十周年特别企画 要来去采访我们十年前 曾经采访过的朋友 第一位是 大家很陌生吗 没错 我们得要透过这个人 才能找到十年前的那个人 再去找找看是谁呢 走 这位必须透过新朋友 才能见到的神秘老友 就住在寿山动物园里 这一次的家 还是特地为了他的习性 去打造的哦 他就是当年由私人饲养的 台湾黑熊 品评 黑熊 三 五 等一下 李亚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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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 寿山动物园 九龙大名 这一次就是要来 找我们十周年的企画了 就是 已在十年前 台湾第一等曾经拍过了 同样的一只黑熊 他听说这只黑熊 现在来到我们寿山动物园 是的 他是什么时候来到这边 他大概也差不多在十年前的时候 来到寿山动物园 来到寿山动物园 对 是谁呢 放好了 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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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来 隔壁这边 这个是他的儿子 这是他的儿子 是第二代哦 第二代 这家十三年了 来这不必我去这边 看我去这边 你去哪 这家已经生十三年了 培育成功 我们台湾黑熊 培育成功头一只就是这只 培育成功头一只 这只 所以他委托我们 把他接过来 因为是这样子 因为他原来的四祖 他其实照顾熊蛮信心的 对 然后是从他出生之后 就一直照样他 就是过来过 爸爸因为他 我是原来照顾这个熊 那因为这第二代孩子 他们觉得说照顾熊蛊 压力越来越大 因为他需要给他吃 然后还要去欢迎他 因为还有自己的工作需要做 所以他们已经渐渐觉得说 照顾他就越来越吃虑 所以他们有吃出这个善意 所以希望说 我们能帮我们把他接过来 他现在在哪 他现在在这边吗 对 他现在在里面 你准备来看一下 OK 好 好 走吧 喔 台湾黑熊欸 太帅了吧 李大哥 他是几年生的 1990 台湾黑熊的寿命有多长 台湾黑熊的寿命 大概如果圈养的话 大概25年到30年 25年到30年 1990到现在 他其实也算雄蕊了吧 对 算雄蕊 像雄蕊了 对 他的海拔分布其实是蛮广的 对 蛮广 杂质性 对 杂质性 海拔分布很广 对 所以你只要环境有顾好的话 他有源源不绝的食物 他基本上 他就会想繁殖 就会想繁殖 对 而且他们也蛮有趣的 就是说他也要看对眼 就是公的跟什么的 对 雄性跟母性要看对眼 台湾黑熊的智商高吗 一般我们来讲的话 他大概应该有四五岁 三四岁左右 可以沟通了 对 可以沟通 但是会调皮 会调皮 很调皮吗 怡怡你这样跟他相助 蛮调皮的 很调皮 像他现在我有看到 你们会把食物就分布的 然后让他去找 对 让他去看 也等于算是一种游戏吧 对 是 而且他的嗅觉相当的灵敏 所以他找食物 几乎都是靠他的嗅觉 嗅觉 对 因为以前的 以前的人都会讲说 像我们现在会知道说 有特征 他有台湾黑熊 有中熊 有灰熊 没什么 但其实以前都说什么 狗熊 狗熊 就是鼻子 它的鼻子那个很灵敏的 嗅觉味道 气味 对 其实他现在对人 因为他从小就是在跟人的环境 所以他对人是很习惯的 很习惯的 其实也不陌生 然后他比较不像就是在野外的熊 就像我们在野外遇到熊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 尽量就是避开熊 因为其实熊看到我们 在野外的时候 看到我们其实他也会怕 当然会怕 因为他 在他的印象中或许他真的没有看过 什么叫做人类 对 那突然间一个外来的物种来的时候 特别外星人来了 他也会吓一跳 哦 懂了 大家如果有看过那个 李奥纳多演那个电影就知道了 当一只熊出现的时候 就离他远一点 如果他身边还有带小孩的话 你最好再离他远一点 要不然会更危险 对 越远越好 因为其实熊的伤害力 其实也蛮大的 对 因为他熊掌的力量 他那个掌抓子 还有他的拳尺 其实都蛮恐怖的 对 黑熊爸爸是首位 也是最后一位 可以合法私人饲养黑熊的人 在黑熊爸爸离世后 其中品贫就被安置在这里 而李股掌也是当初 一起接品贫过来的人 从人工豢养的环境 到宽敞的户外住所 对品贫而言 会不会有不习惯的地方呢 那那个时候的他 你现在都还是记忆犹新 对 他那个时候跟现在呢 在他的个性上 有没有什么差别 他在这边的时候 性质会变得 因为他这边的空间变大 他自己可以自主的环境变大了 对 所以他有时候就是 比较急躁 为什么会变得比较急躁 他是有点像是 我本来是一个小王子 我的领地大概就这么小 那我先来一个 比较大的这个地方 他反而要去领域行为 他等于就是说 我到了一个县领域 我要怎么样把这个领域 建立起来 这就是动物的 就是你如果对他有够了 像你要跟你们够了去之后 让他开始慢慢去建立他的领域 他会真的会像去抹树皮 会 对不对 要把味道抹上去对不对 然后会爬土 做一些味道 记号 然后就把这边建立起来是他的 对 这样 那所以基本上 也OK啦 就让他这样 OK 安安稳稳的 对 开开心心的这样 在品评住的黑熊山屋 设计了可以攀爬的漆架 户外也扩大成三个独立区域 让有独居性的黑熊 可以在互相不干扰的情况下 同时活动 除此之外 其他动物的居住空间 也都依据他们的习性 重新规划了更舒适的环境 卡比巴拉 是卡比巴拉 这是一个卡比巴拉的山屋 我们尽可能的快速离开这里 因为我好怕水吞君 像这样看起来 还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老鼠而已 对 为什么会用山屋的概念 山屋这个概念 其实设计师他的一个原先的构想是 很多人民众他们不了解知道说 动物到底他们在回家了之后 在家里面都做些什么事情 他们的家到底长什么样子 所以他是另外用一种穿透式的一种概念 然后让民众可以进到他们的内舍去看 了解知道一下说 动物他们在内舍的时候 他们的活动的方式是怎么样 很酷 而且我有发现像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这个 台湾黑熊山屋 现在来到水吞君的水吞山屋 它里面的构造跟他们的起居室 其实它不太都是不同的氛围 对 像这边完全就是符合水吞 因为要模拟它 原来是山环境 像黑熊那边我们就帮它设计它 很希望攀爬 爬来爬去然后去找 找东西吃这样子 好棒 来吧 我们去看别的山路好不好 Let's go 寿山动物园这次的改造 特别多了空中狼道 利用高空俯瞰的角度 广状繁离的设计 提醒游客已经走入动物的家 因降低对动物的干扰来参观 而狼道下还有四座观察狼 提供近距离观察动物的方式 所以它这边就是两对的 非中师 对 但是它那医师为什么看起来就 眼睛它这边是 你说它这是怎么了 它其实是一个故事 因为它来的时候 因为后来发现它眼睛 开始有清光炎的症状 清光 再来是它因为眼球有发炎 那发炎之后因为它会血肿 然后眼球会一直肿大 那我们评估之后 因为发现它如果眼球 会相对比较好 是因为它不会因为那个眼球 它会觉得一直不舒服 哦 懂了 那像我们在动物园 在照顾动物这一块的话 我们是不是像以前的概念 就是说就是让它只有吃饱喝饱 然后让它睡觉有一个地方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会比较更进阶的一点的观念 就是说我们的保育员在照顾动物上 是把它当作一个生物 然后把它从起初到中寮的 这个过程当中都好好的照顾它 即便说它一定是年龄 那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讲说 哎呀 动物园 为什么动物园看起来 有些动物都这样老老的出来 当然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 我们不可能一直去更新动物 都让它是放心的动物在栽培上 那即便它是年老之后 我们也有这个责任跟义务 要把它照顾到它中寮 那这个是动物园 它其实真的应该本质上面应该要做到 它大自然有个大自然淘汰 但是在动物园的情况下来讲 我觉得刚才李大夫人讲的非常好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生命来照顾 把它照顾得很好 让它这次过得很开心 它这一辈子也是让你认识到 什么是动物园 对 这也是很棒 这个事情 对 动物跟人一样 都会经历生老病死 就像李股掌所说的 动物园是陪伴生命的地方 观看动物的同时 也是在陪伴每段生命旅程 像我们的老朋友品贫 如今也是只熊瑞 在饮食上也要为健康严格把关 你好 你是 是鱼员 陶鱼员 对 我是照顾台湾黑熊的 你跟他们这样相处多久了 我跟他们的话 因为每一只来的时间都不一样 对 那我自己 品贫呢 品贫的话它是大概 他来这边之后就一直是我在照顾他 像这样它是一只就要吃掉这么多吗 不是 这个像你看我们有分成三桶 那这三桶就是每一桶就是一只的量 一只 所以这边有中三只 没错 但是它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 像它的滚淀粉比较多 它的蛋白质比较多 它的肉比较多 其实这三个是共同的 就是这三份 它们是 我会像这肉有三块 那我就会一只一块 那像这蛋我也是会平均这样分 就是土司类 就是它也是平均分配的三个 然后三蛋 那水果跟跟精类蔬菜才是各自的 因为人工饲养跟野外的台湾黑熊 他们的养成跟所需要的食物热量 营养不太一样 如果你动物园里面 就是你们在照顾 你会比较注重它哪一个部分 OK 因为其实台湾黑熊 很多人都会想说 它们是熊 那它们是不是都喜欢吃肉 然后吃蜂蜜 对 对不对 可是其实它们在野外 它们最常吃的是植物类的 植物 它们反而大部分时间都会吃树 现在我们这个疯狂的黑熊阿伯 它就活生生地站在这只黑熊前面 而且这只黑熊是非常的饥饿 它拿着一只芭蕾 拿着一颗芭蕾一直在吃 吃一吃 我眼睛看到那个黑熊的爪子 它非常的长 如果这个一心不小心 这个黑熊就要 当年的品评 因为从小被人饲养 所以都是由四组 黑熊爸爸近距离面对面喂养 但是品评现在来到了动物园 该不会也这样喂养 我们要怎么帮它煮 这些都准备好了吗 还没 这个还没有分 那因为我们今天我们现在准备平平的 OK平平的 不过其实它们黑熊跟我们人不一样 所以它们的排线很快 有时候你看它吃小番茄 对 它完整它用吞的 然后就一颗完整小番茄出来 对 那等于没吃到啊 没有错 它只是过去 这变成熊香番茄 因为有色香咖啡嘛 对对对 洗一洗还可以再吃 你试过吗 没有 我才会喂它们 这不是我早上给你的吗 你怎么还骗我啊这样 因为这个又跟他们的 在这个生态链有关系 因为他们属于最高阶的 那也可以拉一些比较低阶的 然后去吃它的排泄物 哦就是一样 大自然的循环就是这样子 你能想象有一颗番茄 你吃下去以后 马上又吃一颗番茄再还你 你要吗 对 我帮你找熊香番茄 我没那么大 不然 好 那现在这个你拿去放吧 对 那我们就拿过去 整个内设 那这个门打开了就可以了 之后打开它就进来 游客就看不出来 对对对 那这边就是它晚上 回来休息的地方 这里 你拿来这边 没有错 对对 你拿来这边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 那这样的这边 好 那我们就把食物就放在这个上面 像如果说 它晚上回来吃就不用像在外面 它的游戏才要摆很多地方 对 就摆了就好 对就摆了就好 那它都会吃完吗 会 它基本上都吃光光 这么强 对 那我们除了 主餐两餐 我还会用小点心 那等一下我们会从上面 就是它在的那一个山屋 我们直接从旁边喂 哦好 可以这样喂 可以 这么强 我还会喂黑熊 没有出去 那这些的话就是它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那是明天早餐 对没有错 好 可以来可以 走吧 哇 要来去喂黑熊 没有错 你确定 确定 你都是这样喂的 对 因为这一只的话 它目前没办法出去 所以 为什么它不能出去 因为它现在外面的那个围里在做整修 那所以它没办法像我们刚刚那一只说 我们可以人直接进到它的内设 我们可能必须要直接这样喂给它 好来 好 你先啊 你手在 你如果喂完一个手还在 我再喂 你先 你先 已经喂了那么久了 托逼 托逼 那他现在已经知道失误了 那 他因为他想要 我感觉会喂他 所以他会有一点 想要引起我注意 快点 快点 噢噢 那其实像这个时候啊 我们在喂的时候 我会顺便检查他的手 指甲 对 或他身体 有没有哪里有受伤 对 对 然后 我们一般在看这种 不要的稻草 它会变成 杨菇的底彩 对 有点臭啦 有点臭 臭臭的味道 还好啦 它发酵以后 爆得会飞如香 真的吗 台湾第一点 然后像这样子 可以顺便看他的嘴巴 然后 诶 有没有牙齿正不正常 小心 你就拿 直接接近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想靠这边 因为 没关系 不要靠 你直接 走过去 托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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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来啊 他要吃蛋 对 他比较喜欢吃蛋 让他咬着 对 他就会自己放进去 哇塞 他直接站着吃 诶 他会坐下 兄弟 他会有那种跟狗一样 互食的情况出现吗 你有碰过他的互食 其实 不太会 诶 比如说他现在在吃 那可能 我有时候如果要再放东西 他也比较不会像狗会这样 对 比较不错 对 比较不错 那 挑战一个 好 这个 是一个蛋 对 但是我还是会注意他的手 因为熊的爪子 是是是是 蛮恐怖的 你不要看他只是这样 其实有时候你给 咬 就不然抓住手 靠近他 因为他是像狗一样 有一个尖的嘴纹布 对对对 那他会过来自己接 对 所以你也不用说 很刻意要进去 所以熊像我们在喂他 TOMCEN熊我们在喂他的时候 他的直觉反应 不是说像林长类 用手去拿食物来 他的直觉反应是像狗一样 是用嘴去拿食物 因为他们的手必须 没有像林长类这种的 林巧 所以他们主要还是靠嘴巴 因为你看那个熊的嘴巴都这样 对 好 他看到你的蛋 没有错 再前进一点 OK 不过其实这个动作 还是有风险 所以一般来讲 对 所以一般来讲 我像如果说不像PoBi 因为他我跟他很担 而且他从小就是人类不大 所以他我比较感觉 你先喂他 看你 后面 他站起来就差不多跟我一样的 你知道吗 你喂你 我观察我的 我没有这么近距离观察过熊掌 天哪 而且你看他整个 你看他的那个胸口的那个 V V凌这样 这个真的是近距离的观察 站着吃 太可爱了吧你PoBi 这个时候喂最好对不对 因为这个时候他手上有东西 他不会再来 对 哦 PoBi PoBi 这个还好 他比较喜欢低瓜 PoBi 这个他应该会比较新鲜 这个哦 好像是水果 来啊 Po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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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低瓜 OK PoBi PoBi 就是怕他的爪子出来了 直接这样子 对这样 就不用怕他爪 诶 不行 嘿嘿嘿 不行 PoBi 等到爪子回去了 像嬌小孩一样 对对对 哇 呵呵呵 你看 漂亮哦 Po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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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该会认你的声音吧 会 他会认 好啊 对因为平常每天都差不多这个时候 Po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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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里 他要爬上来 PoBi PoBi 那你这样他如果没上来 你都是这样摆在旁边 他会来的吗 对 他到时候还是会上来 真的 那我会这样尽量放 让他这样子 需要走动才吃得到 好 但他就是比较慢的 给他一点时间 没害 嗯 毕竟只是1990到现在 因为他 比较没有像PoBi这么 反应这么快 嗯 对 他有时候可能听到声音 然后他还会在那边找 没办法 到底在哪里 好黑黑的 是不是这样 对 如果以年纪来算的话 他其实年纪蛮大的 对 我觉得他的品萍的外型 跟 PoBi 我们刚刚PoBi 不太一样 所以他也有血系的分别吗 有 也是会有的 因为其实像虽然说 他们都是台湾黑熊 可是他其实像这种 私人全养的 他们有时候有可能会有混到 比如说亚洲黑熊的血统 其实如果要分 其实还是要靠基因检测 对 只是他们外型 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差别 不错吧 带大家来看一下 台湾第一等 十年前的好朋友 他现在也很棒 很好 看到他好 我就好 这次有机会准备粮食给品萍 真是非常难得的经验 意外解锁了新的人生成就 我们第二组的老朋友会是谁呢 听说以前台湾第一等来采访的时候 他们是直接可以在自家里就钓鱼 什么样的场地可以让自家 就在鱼池上面钓鱼呢 听说你在那个客厅里 你们家客厅可以钓鱼 有啊 在哪里 有啊 你要帮忙一下 我要帮哪里 把这个搞得再移开就可以钓鱼了 把这个移开 这个桌子移开 等一下 该不会就是这里吧 没有 该是这里 还你要小心 人生当中第一次在人家家里面 客厅钓鱼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好啊 你真的 等一下 而且听说那个时候 台湾第一等来采访完之后 他们还遭遇到骚扰 大家都跑来找他们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这一次就要来看看 黑猫姐 黑猫姐 嘿 小豆 你好 你好 听说以前 台湾第一等来采访您的时候 那时候说你们家里面是可以钓鱼的 是怎么说你们家里可以钓鱼的 你是做鱼鱼吗 因为我们做防控的 所有冷气用得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做一个鱼鱼 把那个冷气的水不流掉 从我们用到集中在水池之下 所以那个东西回缩再利用 每一次我们清洗那些鱼鱼鱼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利用那些水 再来回缩再利用 来做清洗的动作 包括雨水 把全部加进去 一年当中最后没有清洗 差不多200 十年前就在做这件事了 对 好强喔 现在这种回缩再利用 比如说我们有水 回缩再利用 电 然后用 绿能 绿能来做电 可是你们十年前就在做这件事 有 对 那十年前跟现在的改变呢 不好意思喔 当时我想问先生 你有说的啊 我不知道他到底说什么啊 当时不是你 要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人家的专家 這樣不站我旁边的时候 我通常都是比照先跳上来的 我通常 Lucky Lucky 你Lucky 你真的Lucky 你真的是Lucky 老板你掉绕了 真的啊 這樣子绕了很难 可以喔 漂亮 起来了 哇 所以你们是做什么 我们做羊菇 羊菇 蛤 羊菇 不是 那羊菇为什么跟冷气又有关系 以前的羊菇是只有 外人可以做一根而已 所以我们就改空调 部分的 我们如果控制调 我们就继续整个头上去做 羊菇的生长环境 是要属于比较低温的 所以以前没有办法这么做 我们就得要靠季节性来变化 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才种羊菇 这一季 那现在变成是因为有还空的关系 我们就整年都能懂 足堂香 除了种植稻米 也是全台生产羊菇的重症 原先在北部开餐厅的黑猫姐 和庄大哥 中年返乡接手家里的羊菇草 但起初并不顺利 在反复试验跟杂种菌引进新技术后 终于种出北泡泡的霸王羊菇 庄大哥得意的分享 他独门的成功秘诀 小哥 我要介绍 我介绍 我介绍 我们正在羊菇中文部的时间 对 因为我们只要挂碗 我们只要挂碗 我们挂碗 挂碗 收起来 收起来 我们再来移 所以不用给它烹烧稻草 所以我们是正前半部的一个厨 大哥 它现在这个稻草上面 它在冒烟那个是什么 为什么还冒烟 它加热水就会发酵 对 对 不然是先来发酵 先来发酵 发酵以后我们再来露燕 露燕 所以这段时间就是要改变 必须改变 它传统很好发酵 对 所以我介绍我们这个 充满的 充满的发酵室 给你了解 好 好 让稻草发酵 发酵完后放下去 放下去 放下去当底材了以后 再下种子 种子再让它开始长 长完了两个半月 两个半月就开始收成 可以收几次 收到 收四次 是大概一个月 是一个月收四次 不是 总共要收成大概 一水就是七天 我先生跟我四个礼拜 就是七十二八 大约能够收一个月 一个月 对 好强喔 回收不要的稻草 在撒水跟翻搅发酵后 不但能当成栽种羊菇的培养土 还能减少焚烧稻草的情况 而种过羊菇的稻草 再回到土里成为肥料 原来种羊菇也能做环保 不过发酵后的味道实在是黑 有点臭了 你很难想象 大哥 我们一般在看这种 不要的稻草 它会变成羊菇的底材 对 上了这次 所以它发酵时候 会有点味道 闻久了就有味道了 所以我们新鲜地走来 我们三天要变变 三天变变变变才来 这下星期就可以室内发酵 室内发酵 它在室内 这种味道堆了一整堆在室内 不会很难受吗 还好啦 它发酵以后 会变成香的 臭的会变成香的 真的吗 你才有比较早 让你看到那种香辣椒 都是酷的味道 走 我们去看它变香的 怎么变香的 好 来 走 小龙 欢迎介绍 这是我们银花 好热喔 对 但是我们这里非常暖 自然发酵 可以达到五十八度 这样就变香的 刚才在旁边炒 这才变香的 差很多 它是自然发酵 它现在有一个茶的味道 它刚刚那个真的是臭的 但是同样的东西吗 对 它从那边然后进来到里面 这里面的温度是你帮它升温的 还是因为它发酵的温度 它发酵自然发酵 自然发酵的温度 对 各位 如果我们这里可以洗三温暖 这盘有烧的 你感觉要看什么 很温暖 好 好 好 那有声水三温暖吗 你有感觉我们两个很测测吗 哇 热耶 但是香的耶 那这个空气 突然间热进去 哇 突然间这么高温在里面 而且你吸不到空气耶 你没有办 我第一次这样耶 就是你突然间到里面 你想要吸气 你没有办法吸耶 这是横花架 是横花架 这是我们给独立烟花 对啊 但我们在 我们像这南部的地方 这里算靠近哪 竹塘 但竹塘靠近西螺 对不对 这边的天气这么热 我为什么放在太阳底下晒就好了 我为什么要丢到里面 让它这样闷成一个 58度的温度 它是要集中整个固增 它是58度 对 让它自然滑向 所以你在外面 天面的跌下 温度不同 对 这里面就是恒温在58 你在外面晒 有太阳晒的地方可能 温度比较高 到接触地面又比较凉 所以就不一样是吗 对 所以用这种方式 我们种羊羹最主要的一坨 一坨 最好 本来你外面也很好生产 那大哥 我问一个问题 10年前他们来的时候 是这样子了吗 10年前 设比较不太好 10年前的发酵 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的 有加蒸气 10年前它需要用蒸气的方式 让它维持温度 它现在就是有 技术也进步了 人家说科技农业... 它现在利用科技的方式 我们把它还放在里面 等下冷冻是来冰东西的 但不用 我不要冰它 我们把它放在里面 让它保持一个 在58度的温度 这边是喔 它已经温度降下来 可以下床了 真的喔 看一下... 没有那么烫 没有那么烫 这是卖力 卖力就是附着在 在浸湿附着 在卖力 卖力上 我们再把它撒下去 它会跑到草里面 所以 羊菇 是因为你把菌种 放在卖力上面 然后再把卖力丢到这里面 对 它冬筒下草 它浸湿在虫的上面 那羊菇 然后浸 浸在这个卖力上 好 浸湿 以后 再跑到 我们的浸湿里面 哇塞 这真的是江湖一点绝耶 你没有从头这样走下 你不知道人家羊菇怎么种 我以为羊菇怎么种 土拿来 总丢下去 就羊菇了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因为十天后 可以附土 附土后 15天就可以看到羊菇 羊菇 我们要看羊菇 听说你们的羊菇 特别大了 真的 来看看 听庄大哥介绍他种羊菇的独门工夫 还以为种羊菇很简单 原来想要创造羊菇生长的环境 可一点也不轻松 光是稻草堆肥 就要经过三种不同温度来发酵 还得采用全空调 还温控制系统来养羊菇 才能种出全年都收成 跟棒球一样大的霸王羊菇 小豆 现在我们 我教你采羊菇 好啊 我发现羊菇蛮妙的 从外面 刚刚一路这样进来 到里面开始采羊菇 前面都是要热的 对 它的生长环境却是要很冷 对 差不多在15度 17度中间 在这中间而已 好 要怎么看 这些都可以采的吗 这边我们是要看它的脚 它的脚 像这个脚 比较小的脚 就是 我们就是左右腰法 把它转起来 就好 简单啊 对啊 就这样 对 所以在这边 对 但是要摆得好 它会脚胸 它会脚胸 所以你要站起来 粗粗 羊菇这么脆弱 它会脚胸 脚胸 脚胸賣相就不好 这怎么变这样 真的 我们这边的脚脚 我们的脚脚就是 爆红油 对 辛苦了 要这样找人家 去那边 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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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台湾这样 真正一斑 它这样已经算很大了 台湾第一点 这怎么变成 没关系 那你就不会拔 真的 这怎么办 都给它起来了 起来还是放回去就好 不用 放回去它也不会生了 真的 你来 我在这教你来 好 你说 像这个 单一颗的 像这个你就可以 单一颗 左右摇晃 然后转一下 这样 对 这样摆的 像这一颗 不然你这一颗好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单一颗的 要不然 我到时候弄一弄 别人羊菇都可以 这么多收 我一弄 它就一整株上来这边 一收 对 你怎么变成这样 你 沒關係 我就是不可以慢 对 沒關係 但是你们羊菇真的 蛮大颗的 你来 那这个像这个 对 这个叫做霸王羊菇 在那里 这也太大颗了 你说你们这样十年 现在已经做到全套 十五年了 十五年 对 十五年了 从那时候来采访到现在 你们已经做到台湾最大了 可以 目前是 哇 这么强 以前我也是想来想说 做羊菇这么辛苦 每天都要很多工夫 都做不完 对 但是如果做到了 对 也要继续做 对 不要放弃 对 像这个也可以 这个 旁边那个都可以 因为这小只 单一颗都可以 看看这 又大又圆的羊菇 都是庄大哥夫妇在这十年来 引入科技化的管理 减少病虫害跟感染 也提升羊菇品质 黑猫姐 因此荣获全国模范农民 全国产销履历达人的肯定 不过 都来到这里了 一定要吃吃看 霸王羊菇 羊菇刀 他们说这个现在很少 我们要先把它切开来好不好 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 处理羊菇 只要有一个烤箱 就能处理完 就能做完 好 就这九朵 洗一洗 而且我刚听大哥他们讲 他说德国人来的时候 他把皮削一削生吃 他说其实就最好了 现采现吃最好 我就说对 然后生吃是最好的 烤箱我刚有预热的 所以我们先把蒜头 摆旁边 然后继续烤 烤得好稀喔 然后挖的 把这个 挖掉 让它留一个洞出来 让它留一个洞出来以后呢 就在这里面 塞起司 173 这样 就这样 你现在有闻到蒜头的味道 哇 这边已经闻到了 很香喔 就这样 然后把它放进去烤 烤到它整个这样干干的 然后那起司软掉以后 就可以拿出来 为什么我没有先烫锅 没有先把它煮熟 因为大哥刚刚说 德国人他们来吃 喜欢吃生的对不对 那我就用起司 然后里面还可以吃到 新鲜羊骨的味道 你就这么做 吃得到 喝 就这样看看鲜羊骨 比较好看 哇 羊骨耶 我刚跟大哥在聊天才聊到说 人家说 你现在说羊骨 这人听不懂 老一辈子听不懂 那我们叫什么 羊骨 羊骨 有什么叫羊骨 它很硬 很硬 它摸的 它的手粉 钓在上面 这个 哦 你说你摸的它是 对耶 太硬了 外国人叫蘑菇 蘑菇 要不要跟我们吃蘑菇醬 吃蘑菇 吃蘑菇醬耶 大哥讲说 德国人来 他就把冰削一削 就直接吃了 直接吃了 所以生吃是可以的嘛 它有独特的味道 对 所以我刚刚就想说我就烤 也不要烤太久 对 你吃吃看 吃吃看 好 好 你看大师 不闹我的食材好了 怎么做都很帅 但是也不搞的一件事 對 求生意志很强 吃一口 一口 好吃吗 好吃 麻烦麻烦是不是 你看 最新鲜的那个味道 咬下去 你才真知道 这是羊菇醬 最新鲜的时候的味道 它有独特的味道 很舒服 那种感觉 它跟一般香菇炒菇 那味道不太一样 對 羊菇有一个独特的香气在 然後又脆 對啊 它的口感很好 很好吃 沒有這樣吃過 沒有 我再来 我再来一口 一口 一口 謝謝 好 這個是什麼做法 這 麻油的 對 麻油 羊菇炒麻油 第一次吃到了 很鮮甜 很鮮甜 爽口 它那個脆度咬下去 咬下去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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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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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大哥 給我一囉 這不知不知道這樣真情久翻 他這樣眼睛撞得很大 台灣第一點 哇 大哥 你說的就是這個水池嗎 對 這是試水池 所以當初來拍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對 到現在也沒有改變 沒有 所以那個時候你就已經做了叫做 把雨水 沸水收集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沸水池 然後重新再利用 對 欸 要收集到這麼多 你的冷凍場有多大 冷凍場的話 這邊差不多有六分地 這邊有六分地 六分地很大耶 六分地比半甲多一點 哇 你在這裡釣 他們怎麼說是可以坐下來釣 我們五樓要自己找 我找他在看我們裡面 五樓 來看他的娛樂 我們如果下雨 下雨要在外面 對 我們這裡駕駛的地方 我們下雨都四水池 它是從這邊一直通到外面的 對 因為我們 吹風流 對 我們可以在裡面釣魚 太大 我們可以吹冷氣來釣魚 對 剛才因為我們在旁邊 不然很爽 對 就算了 來朋友來自己釣 自己煮 你很會找娛樂耶 你想要在哪邊 對 在這邊釣竿 這裡面嗎 這裡面 這樣就可以釣了 這樣就可以釣了 你很會找娛樂耶 我們這裡開始比賽釣魚 好啊 不要啦 對 開始釣魚 你先釣魚 剛開始釣魚 這不叫釣魚 這不說白 你先釣魚 來 好 釣魚 釣魚 對 來 你一般釣魚 釣魚釣魚釣魚 沒有耶 我釣魚跟他釣魚 所以釣魚釣魚 所以釣魚釣魚 有什麼釣魚 它這是釣魚 釣魚釣魚 這釣魚釣魚 那魚釣魚釣魚 對 對 所以釣魚釣魚釣魚 對 那魚釣魚釣魚 對 我釣魚釣魚釣魚 釣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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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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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四位想要釣魚 十年前我們因為 莊大哥的釣魚興趣認識 十年後他和黑貓姐 成為霸王楊古達人外 仍然對釣魚情有鼓衷 雖然我的釣魚技術沒有大哥好 但誰會進水池游泳 這還不一定呢 算好不好 有了 大哥 我中了 妳要下去了 妳要小心想要一直走位 這也太大了吧 這太大了吧 我在等你耶 勾子 不是啦 是勾子斷掉了 有把尾吧 太大尾了吧 很大尾耶 我找到把尾了 很大耶 這釣魚這麼爽喔 有 反正我釣到了好不好 這釣魚喔 這是台湾的珍珠酒斑 它這個已經很大了 它過年之夜就是台湾 我們這裡的酒斑 台湾第一店 大哥 大哥 我現在到了 我送你一個獎品 你是不是要逃避下去游泳 沒有 你剛剛不是說 最中的要翻中的要滷水水嗎 要滷水水嗎 要滷水水嗎 要你們才有什麼用機 我不敢就不要啦 不要了 我不要這樣為難你 這是什麼 這是你買的 冰的耶 我正常的 哇 冰的耶 所以台灣這裡的好處 對 你可以驚人酒精 嘴角 笑到快耳朵了 哇 好棒... 其實我們這次來也是 因為台灣第一的以前 十年前的時候 我們這十週年的特別期望 來看一下我們的老朋友 十年後 這個成績又變得怎麼樣 果然還是台灣第一的 那時候還沒有說到台灣最大 現在目前已經是台灣最大 對不對 很厲害 厲害 真的喔 我的老婆喜歡 大一點 做多一點 你要講清楚呢 你老婆喜歡 對 你這個求生意志很強耶 你 哇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有沒有什麼獲得呢 如果有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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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